老人南下楼 城市需要怎样的试老化改造 高效免费送卫衣 背后有着哪些圈套 野生兰瓜造稻蛙 该如何保护植物界的大熊猫 更多精彩 现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 试老化改造 前不久 民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指导意见 要加快试老化改造工程 所谓试老化 就是让老年人的小区环境 居家的生活都更加便利 我们来看这一期的瞭望文章标题 悬空老人南下楼 城市市老化改造面临难题 有专家表示 我们的社会基础啊 一直都是以年轻型人口结构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住房格局 都是以年轻人的需求为主 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这些呢 都需要试老化改造 比如在小区里要加装电梯轮椅通道 加设休息座椅 征设无障碍缓坡道路 方便轮椅通行 避免台阶半导老人 除了小区公共环境 住房内部也需要改造 比如门洞太窄 地板不防滑 卫生街没有支撑等等 根据统计 我国每年有四千多万老年人跌倒 其中一半都发生在家里 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 残疾失能致死的首要原因 就是跌倒 威胁着老年人的健康 也加重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居家市老化改造 这个概念正在普及 不过呢 想要在市场上 买到真正的市老化的产品 却不太容易 而且呢 它是一件很专业的事 包括建筑硬件改造 家庄改造 智能化用具配备等等 在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 大多呢 都对市老化改造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明确市老化改造的资金来源 形成了从评估设计施工 再到产品研发工业化生产 等等环节的服务链 这对于我们就有一些参考价值 施老化改造 应该让老年人的生活更美好 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咱们来说一说全麦面包 最近这两年 全麦面包特别火 它的价格呢 比普通面包更贵 但因为热量低 饱腹感强 成了很多健身减脂人群的辛宠 但最近 记者调查就发现 市面上不少打着全麦旗好的面包 压根 它就不是全麦的 这怎么一回事呢 全麦面包 顾名思义 应该是用百分百全麦粉制作的 这种粉 这个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 而普通的小麦粉 也就是咱们经常吃到的精致白面粉 口感相对来说就更好 但营养价值啊 没那么高 目前 咱们国家并没有出台 全麦面包的相关标准 一些商家呢 他就趁机 玩起了文字游戏 只要面包里添加了全麦粉 就说它是全麦的 有的全麦粉含量啊 甚至呢 还不到15% 为了看起来 更像是全麦 某些商家呀 还在里面额外添加糖浆 焦糖色素 吃了反导 不利于人体健康 除了在面包里边做文章 这外包装上啊 也暗藏心机 记者调查就发现 在不少品牌的配料表上 都没有标注全麦含量 有的呢 甚至连配料表都没有 只有全麦面包 这四个大字 全麦面包 非全麦 咱们不得不说呀 这些商家呀 真是玩得一手好牌 配方不优 名称来凑 用全麦伪装出健康的感觉 提高生价的同时呢 吸引着消费者呢 在这 咱们就希望啊 相关部门 应尽快出台标准 对全麦的含量进行规范 另外 咱消费者呀 也应该打破对全麦的过度迷信 想要变瘦变美 还呀 得管住嘴 卖开腿呀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朋友圈最火的一句话 可能就是这一句 送你一件卫衣 比如 送你一件北宇纪念卫衣 表白啊 与北宇的相遇 送你一件穿农纪念的卫衣 把这里的一切穿在身上 还有 送你一件明大纪念卫衣 铭记你的大学时光 几乎全国的高校都在忙着呢 送卫衣 很多毕业生在校生 都在忙着转发 这种高校送卫衣的推送 在朋友圈出现了很大的传播 学校怎么还改行做服装了呢 很快高校就来回应了 说学校啊 没改行 卫衣是假的 原来啊 这些推送 都是假借高校名义 进行欺诈行为 发布文章的公众号 有一个共同特点 跟各学校的名称 极为相似 而且发布的文章 也几乎呢 是同一个模板 先来一段煽情文字 引发情感的共鸣 紧接着呢 配几张学校风景图 勾集你的校园回忆 再然后 就是卫衣免费领取方式 以及其他商品的购买链接 什么纪念版戒指啊 纪念版题须啊 纪念版挂包啊 都可以直接下单买 通常 你需要关注公众号 填写个人信息 然后转发朋友圈 争取一个免费的机会 目前 已经有多所高校 集体打假 呼吁啊 同学们要插亮眼镜 不要上当受骗 有律师就说了 骗子仿制公众号 假借高校民意 售卖纪念品 那就侵犯到 学校的名称权 同时呢 还涉嫌欺诈 在这 咱们也提醒各位啊 看到此类活动 咱们尽量做到三步 不轻信 不转发 不提供个人信息 以免上当受骗 高校宋卫一 要我说 别让骗子 利用咱们的爱笑情怀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读周刊文章标题 三天就导 网红景点 比网红更短命 最近啊 正值暑假旅游忘记 很多人受网上的 短视频影响 出游目的地呢 基本都是爆火的 网红景点 结果啊 兴冲冲赶过去 经常发现 被照片了 最新翻车的网红景点 就是某城市的 一个森林公园 人称小九寨 在这个视频里啊 那真是 一时避水 满屏翠绿 高大挺拔的水山林 倒映在水中 如梦如幻 可是呢 等到了现场 你就发现 这买家秀和卖家秀 差得太远了 眼前的水山林 没有了滤镜 露出了惨淡的素颜 和仙境 没丝毫关系 游客就吐槽啊 开车一小时 打卡一分钟 各种基础设施都不完善 没有手机信号 找不到路标 这是谁去 谁后悔系列啊 很多网红景点 它红得快 崩的呢 也很快 最典型的案例 就是网上一窝蜂的天空之镜 2015年 查卡掩湖通过包装成天空之镜 它知名度啊 大涨 随后呢 其他地方就开始模仿了 在地上放一块大镜子 它就敢开门收费 天空之镜 成了天空之镜 镜子的镜 前段时间 湖南某景区 号称花巨资 打造了天空之镜 只存活三天就倒了 还有啊 之前火遍全网的某地摔完酒 现楼镜 排队喝酒的人没了 只剩下那一地的碎片 还有 某地专门调戏油 客的冰淇淋大叔 曾经人际爆棚的某地的孟婆汤 在爆火之后 很快也都归于平淡 有专家说呀 打造网红景点 对营销的确有一点帮助 但至于能不能持续 那要看你项目本身 如果只注重线上营销 不注重线下管理和资源挖掘 那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要说 网红景点需要考虑的是 网红如何长红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长春农博会 一只巨大的南瓜成了网红 直径一米多 足足有一千斤重 为了把它从地里搬到斩架上 那是动用了十多个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这是名副其实的重量级明星啊 贵州碧节 辣椒喜货丰收 村民为了抢抓农师 纷纷背着大小碑楼到地里来采斋 一派繁忙景象 您瞧着对着像小山一样的红辣椒 大火的日子啊 那是越过越红火 田间地头风收盲 水乡采莲不等闲 江苏洪泽湖的十万亩连捧 也逐渐成熟 进入到采收期 村民头顶烈日 冒着高温 划着小船 在湖面穿梭 带回一船船连捧 此情此景 想起了那句诗歌 叫江南可采莲 莲夜和甜甜 国外一家天文馆 在户外展出月球和地球的充气模型 这两个模型 比天文馆的楼还要高 夜幕降临 里边的灯光亮起 让人有一种 置身宇宙的梦幻感 又仿佛是一场星际穿越 提醒各位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一个向全网求报复的男人 这个男人叫沈志军 他是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 前不久 在一个演讲节目当中 他说有人说 疫情之后会有报复性出游 可我等了三个多月 还没有多少人来报复我 让我很焦虑 一时间求报复成为大家争相转发的京剧 人们也纷纷用实际行动来展开报复 有去动物园参观的 有购买文创产品的 还有花钱任养动物的 而最厉害的报复 是网友希望购买门票参观园长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园区里有一块大型展板 上面就印着沈园长和大象长颈鹿 这些动物的画像 中间赫然写着 谢谢你来报复我 其实在那次演讲当中 沈园长除了求报复 还讲了很多跟动物动物园相关的内容 比如他们如何利用3D打印技术 给一只缺了门牙的猴子装上了假牙 还有如何给打架打断了嘴的单顶鹤 安装假汇 这么做呢 是为了能提高动物的生活质量 让他们在同类面前更有自信 在疫情期间 动物园最困难的时候 有一些商业机构找到园长寻求合作 希望拍一些动物的节目 但因为要近距离触摸头位动物 甚至还要求动物做一些配合动作 被园长通通拒绝 在他看来 关爱每一只动物 就是尊重每一个生命 而尊重他们 就是让他们最大程度 保存自我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去打扰他们 现在来动物园的人 多了起来 但沈远长并不满足于此 他希望游客可以通过游览动物园 和动物建立起情感联系 产生同理心 除了呢 自发树立起尊重动物 保护自然的思想 要不说 求报复这背后 那是对动物爱的深沉 好 接下来介绍瑞茨 老剧表情包 现如今一些老的电视剧 成了不少人表情包的重要来源 这一类表情包 通常有这么几个共同特点 画质渣 台词雷 表情浮夸 效果特好 所以啊 很多已经过时的 十几二十年前的老剧 都被小年轻们翻了出来 当成宝藏一样 一帧一帧的搜寻 生怕错过一个好包包 你像《家有阿女》里的流星 她的不少画面 成了时下流星 还有 回家的诱惑 当年被吐槽雷人的台词剧情 都成了表情包的经典 那为啥大伙都喜欢到老剧里 去找表情包呢 一方面是因为时隔多年 大伙的省美发生了变化 当年流行的萨玛特 如今成了土味代言人 一举一动啊 都自带笑点 另一方面 则是一种回忆情节 当年追这些老剧的时光 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记忆 这一个个表情包啊 其实也是装满回忆的背包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新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标题是 人造肉 酸奶块 带餐粉 创新零食成解馋心宠了 前不久 某零食品牌 推出了国内首款 人造肉零食 这个烟熏小片肠 受到不少吃货的关注 虽然不是真肉 但在外观上 和猪肉做的红肠是一样 呈现出粉褐色 而且呢 肥瘦相间 吃起来有浓郁的烟熏味 口感呢 也有咀嚼肉类 纤维的弹牙和嚼劲 人造肉 是现如今食品领域 最流行的概念 之前不少餐饮企业 就推出过人造肉食品 不过呢 杂志说了 零食跟餐饮 它是有区别的 人造肉 做熟之后趁热吃 更像肉的味道 一旦凉了呀 模仿肉的那种弹性 就不太强 有些呢 还能吃出那个豆的味道 所以啊 量着吃的零食 对工艺 那要求就更高 中国的零食产业 预计啊 到今年底 就能达到三万亿 这么一个市场规模 与此同时呢 产品同质化 那就比较严重 吃来吃去 就那些 对消费者来说 零食光好吃 恐怕还不够 还得要有创意 得好玩 还得健康 于是呢 各种创新零食 成了人们的解馋心宠 比如 有企业利用冻干技术 把酸奶 从液体呢 冻成了固体 叫酸奶块 不用冷藏 随身携带 想吃就吃 更重要的是 利用冻干技术 还突破了酸奶的传统口味 它可以跟海鲜 跟香辣的味道 来结合 就受到不少年轻消费者的追捧 还有最近一段时间 带餐粉 特别火 这是商家抓住年轻人的健康诉求 想减肥 但又没有动力去健身 哎呀 就想通过吃来改变 于是干脆 让大家把零食当饭吃 你看 从人造肉到带餐粉 走上创新路的小零食 也吃出了大生意 好 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在我国 兰花有着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 一些野生兰花品种 因为数量稀少 堪称是植物界的大熊猫 可长期以来 野生兰花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一些人恶意炒作野生兰花 价格水涨船高 再往上 有卖家甚至冠以原生苗的噱头 加以售卖 兰花是越炒越热 上山挖野兰的人就越来越多 尤其是清明武艺期间 由于是兰花生长的旺季 人拿最多 在一些兰花资源丰富的地区 山野间几乎每寸土都被翻过 这就让野生兰花数量快速减少 一些珍稀品种是兵临灭绝 野生兰花之所以惨遭疯狂盗挖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没有法律给它撑腰 之前咱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并没有把兰科植物列入到保护 这就导致野生兰花买卖 一直处在灰色地带 好消息是 前不久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明路 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准备将104种兰科植物 包括小叶兜兰 春兰等列入到保护明路 如果这个意见稿通过 那么野生兰花也就有了后台 相关部门在打击盗挖行为的时候 也就有了执法的依据 当然在赌的同时还应该输 推进野生兰花的人工繁殖培育 同时应该加强科普教育 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 兰花有着花中君子的美称 对野生兰花的保护 咱们也应该像君子那样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下周一周五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